另外要特別呼籲 參加我們一二二一 挺韓大遊行的 所有海內外的好朋友 務必要遵守五個字 五個字 叫做衝脫泡蓋送 衝 千萬不要衝動 保持平常心 要記住這些事 第二 脫 千萬不要脫隊 結伴同行 第三 泡 大家冷靜 千萬不要放任何炮竹 蓋 一律了 一蓋就穿 紅藍白 為主體的衣服 很開心的 向前行 送 遇到任何狀況 一定錄影 錄影起來之後 送警察局 來追查 我個人認為政治 不一定要每一天 劍拔奴章 政治也不一定要 要好像把一個人的心 都繳在一塊 讓大家參與政治活動的 都在暗黑的氣氛裡面 來進行選舉 這個對台灣民主實在 太不健康了 政治 應該有的時候 有歡樂的一面 陽光的一面 帶給人民希望的一面 同時也要呼籲 所有罷函的 這些 團體 罷函 千千萬萬不要用遊覽車 帶外縣市的人來高雄 千千萬萬不要發雙煮菜的便當 給外縣市人來高雄 罷免高雄市長 是嚴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 在這裡我要嚴重的呼籲 要強烈的呼籲 罷韓團體 請你們張大眼睛搞清楚 你們今天罷免高雄市長 你不要從外縣市調動人來 搞成政治動員 擺明的就是 輸掉高雄市長選舉的民進黨 根本就是不甘心 把韓國瑜的當選 看成眼中釘肉中刺 分分秒秒都在醜化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在抹黑韓國瑜 絕對不容許外縣市的人 戶籍不在高雄 來高雄參與 罷免高雄市市長 這樣子一個遊行